用術素調味 加鹹加辣 帶給你原汁完美 Hello 歡迎收看原汁完美 依然有我Terry 今次我們討論土星星座 土星星座是說什麼 以占星學來說 你的缺點 或者你的責任 或者你的壓力來源 在哪裡 因為土星主土比較沉實 所以通常是比較負面 好了 當你土星在八陽座的時候 有什麼情況呢 當你土星在八陽座 當你土星在八陽座 往往是過分於小心 和容易招致失敗的後果 缺乏了耐性和充分的精力 沒辦法完整計劃 所以操心的事 是接種而來 這是整體上的八陽座 木星在八陽座上的壓力來源 或者你的缺點在哪裡 你的責任在哪裡 你會學學那樣東西 雖然你有小心謹慎的耐力 但是由於過分狹窄和感情脆弱 而令自己無所得益 你對味道和愛情感上 缺乏了遲鈍感 遲鈍感 遲鈍會比較 所以這是你們都需要學的東西 當你土星在八陽座的時候 有什麼情況呢 情況就是 在思考方面 好處是比較慎重 但是回答的時候 同時相對比較慢 因為你想快多了 而精神過分集中的某件事 喪失了某個活動能力 失去了活息 而過分懷疑 心思會變得比較頑固 這一點的話 簡單來說 雙子座有兩個人 想像一下雙子座有兩個人 同一時間 雙子座有兩個人想法 那你兩個人 得出來的答案未必是一致的時候 那你就要爭吐我該怎樣說話的時候 而被人覺得你是 說話慢 和頑固 這是一個不夠活潑性 所以這要小心 當你土星在雙子座 教授一下 土星在雙子座 不是雙子座本身的人 好了 當你土星巨蟹座的時候 你缺點或者什麼 缺點或者你的責任或者你的宿命 在哪裡就是這個 由於你小心謹慎 精打細算 所以過於我自己 即是太過為人 其實很無論如何這點 你可以說是優點還是缺點 優點是精打細算 心思熟慮 對於幫助自己的人 即是幫助別人 比較重視一點 而不太重視自己 即是不好的人 是缺點或者你的責任 就是你沒有了自我 你經常過分犧牲自己 有時不為自己卓上 所以有時是因為 這一點而令你處於 失敗的情況 所以有時自私一點 有時做人巨蟹座 當你土生的私之助人 有時自私之助人 當你土生的私之助人 就比較無法 公共上無法配合 主要失敗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這個 容易發怒 也有一個缺點 土生的私之助人 好聽一點就是 要這個 這個 其實比較明顯 因為你私在要面 太陽就是 土生私在助人 需要面 而你的缺點 因為太陽就是 要面子 但如果一打 就要重視 所以這一點 要小心一點 當你土生的私在助人 好聽一點就是 要這個 貿易一致性 然後就譬如說 比較重視生物規律 一絲不苟 但是 由於你的要求 也要求同樣有這個精密 即是你 嚴人嚴己 你自己做到的事 你想別人做到 跟著你的部份去做 一樣那麼苛刻 所以這也是你的缺點 你要搞清楚 如果 你做到 不代表別人做到 當然你可以 要求別人做 要求別人 但你沒有預期別人做 你同樣的事 所以 當你土生在處理上 你要小心 是你organized 你做事是有organized 但不代表別人 一定要做事有organized 所以你要搞清楚 當你處理在六星的時候 這些人要 懂得去 不要嫌人嚴己 尤其是要嫌己 歡人 或是歡人嚴己 當你木星在天秤座的時候 你的缺點會有時 你不覺得要縮困了別人 或者 和其他人的利益關係 純粹是 你的好處就是 交朋友 但不然 利益關係那方面 天秤座會比較差 因為 變得多於枉 拿平衡點 你什麼都想得到要求 或是這樣說 大家會比較明顯 你預期朋友這樣 但是 你又想相對別人 給你這麼好的要求 天秤座 你想平衡情 這個很難的 因為有時 不是每個人都做到 所以這也是你的缺點 和你會有選擇的困難性 泰國羅的平衡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這也是你的缺點 和一個責任存在 你要小心控制 好了 當你土星在天蠍座 當你土星在天蠍座的時候 怎樣呢 這些人就比較小心 有一點謹慎 但是會有些危險性 為什麼呢 天蠍座比較有攻擊性 它攻擊性不是主動性攻擊性 而是防衛的攻擊性 如果你是你 你不撩它 沒有什麼 問題是 一撩起它的飽火 或者你弄了它 就是 你激起天蠍座的飽火 天蠍座真的 一夜治癒 將你治癒死亡 所以這個天蠍座 也是比較的 缺點問題 就是過於攻擊太狠 一夜不刺 一夜不刺 一夜就刺死人 所以當你土星在天蠍座 還是要小心一點 或者沒有聲 就是你要去學習 或者怎樣去 有時不要 一夜刺死人 有時真的不太好癮 好了 當你土星在蛇手座 就是這樣 當你蛇手座在土星的時候 喜歡外向 外向是好事 但是同時 由於你勾工人 缺乏了這個 快得太 你不會停下來 看部份 這是缺乏的 因為你太外向而喪 想得開創性高 但是你反而少了這個 或者這樣說 當你木星在蛇手座的時候 這些人 任何人都會尊重他 是好事 但是 不過 當對方太隨便的時候 就很容易生氣 其實好像有隻馬一樣 缺點就是 一勾工人就停不下來 這件事 懂得如何控制自己 好了 當你木星在蛇手座的時候 這件事 好處就是 容量力強 或者比較踏實 擁有你 就是利於自己的傾 不過你的缺點是 有時是 不是care對方 就是過於盡於自己 你太過著重自己的利益 多於著重別人的利益 所以當你木星在蛇手座的時候 大家要小心一點 當你木星在蛇手座的時候 你的缺點或者你的責任 你是有 這件事你需要學的 就是為了達求目的 你是需要充分的自由 和出現新鮮感 這件事會讓人覺得 有些是不務實際 所以要小心 因為這樣而全部不孤獨 被人孤立情況 所以當你土星在水平上的時候 大家要小心 到最後 當你土星在蛇魚座 那是怎樣 當你土星在蛇魚座 是你有國外精神 非常好 但同時是有悲觀的狀態 這件事要小心 而且它本身 雖然被人覺得 真是有些不切實際 即是過分完美 這是你的缺點 亦是你的責任 你要去學 總結來說 當你木星在蛇火象星座 譬如白羊 獅子 和蛇手的時候 你們的缺點是處於衝動 總括來說是衝動 三星座的火象比較衝動 是沒有什麼耐性 這件事大家要小心一點 尤其是白羊座 衝太多 獅子在座過於用面子 衝面子 整隻手就過於衝外向 然後到 當你土象星座 譬如金牛 柱女 或者摩蝦 這些人 會比較著重自己的利益 或者會嚴人嚴己 尤其 土象金牛座 會對身邊的事忽略 因為太集中 而對其他事比較遲鈍 而柱女座的人 就嚴人嚴己 然後摩蝦座 就比較過人利益為主 所以大家要小心 當你土象星座 在水象星座 譬如巨蟹 天蠍和相遇的時候 這些他們的缺點 就過於思想感情方面 巨蟹的話 就過於摩自我 過於犧牲自我 過於犧牲自我 過於犧牲 天蠍座 純粹是因為 危險性的比較高 攻擊力 反抗能力比較高 至於相遇座 就是太過幻想 想得太美 好了 到最後 當你土象星座 和風象星座 譬如雙子 天蠍和水瓶的時候 這些人 會搖擺不定 總括來說是搖擺不定 因為風象星座 尤其雙子的時候 他搖擺不定在思考方面 左腦和右腦 兩個人在鬥牛 而天蠍座搖擺不定 是 理性和非理性的兩者 中間 朋友和利益關係 他想得到平衡點 他搖擺不定在這個位置 水瓶座就是 追求越自由 和好奇 讓人感覺有點不辭實際 總括來說 今天暫時到處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